美國區別中共與中國人民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 美國自尼克松總統以來實施的中美接觸政策全面失敗 中共愈加專制 而中國人民嚮往自由 觀察人士分析舌打七寸 美國這招似乎打到了要害 從官媒到外交部最近連續的辯解可見一番 新華社7月28日發表了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法國外長勒德里昂的通話 通篇都是王毅對美國的抨擊 沒有一字提到勒德里昂怎麼響 王毅一開頭就把矛盾對準了美國區分中共與中國人民的做法 他指責美國國內一些政治勢力 處於拉抬選情的政治考慮和維持單極霸權的需要 不斷挑釁中國人的核心利益 攻擊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制度 污蔑與中國人民血肉相連的執政黨 王毅的核心思想是 美國別想挑撥執政黨與人民的血肉關係 他巧妙地把中共換作執政黨 殊不知 執政黨是相對於在野黨而存在的 中國的在野黨在哪裡 在監獄裡還是在花瓶裡 中共一黨獨裁 所以人家直呼中共而不叫執政黨自由道理 王毅稱中共與人民有一種血肉關係 在中國文革時期的歌曲就叫做 天大地大 不如黨的恩情大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應要把不斷階級鬥爭的中共與屈服忍受的人民的被動關係 說成血親關係 甚至更親 因為共產黨是主張大一滅親的很殘酷 一個執政的黨與人民之間只可能存在著信任或不信任的關係 不存在任何血肉關係 而且信不信任是由人民說了算 而不是由統治者強行施加 分析人士指出 王毅這種表述透射出一種中共內部的心態 不希望中國人民真的聽進去了美國這種切割中國人民與中共的說法 了解了真相的中國人就不再回逆來順受 王毅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不願看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對話演講說 美國終於認識到了實施了40多年的中美接觸政策失敗了 中共反而愈加專制 讓他們擔心的不是中國 而是中共 中共並不代表中國 如此一來 中共宣傳的 美國打壓中國崛起的說辭就不再成立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7月29日對此提出回應 中美接觸失敗的說法不符合事實 他的理由是 中美經貿關係為美國提供了260萬個就業崗位 超過7.25萬家美國企業在華投資新業 他沒有提到 中國不遵守世貿規定 不貼出口 支持幾百萬美國人失業 在華投資的美國企業家都要被迫進行技術轉讓 智慧財產權 遭盜竊等等 美國認為 中美接觸政策失敗了 中國外交部自辩沒有失敗 很讓人費解 尼克松以來 美國奉行不斷接觸的對華政策 目的是把中國逐步引入開放 使中國進入世界主流成為文明社會的一員 但是美國政府今天回頭發現這一切失敗了 中共不但拒絕納入世界潮流 而且還藉此機會要把自己的模式推向世界 北京大約知道 美國承認失敗就意味著對中共政權徹底絕望 與中共走向決裂 中國外交部的辩解 說明他們需要保持與美國的對話渠道 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發展和韜光養晦的空間 而駐美大使崔天凱認為 目前情況很嚴重 因為中美之間對話渠道都找不到了 美國看清楚了 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主義中國 那麼共產主義中國將改變我們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週四公布的調查顯示 美中關係急速惡化 僅8成的美國人對習近平不抱信心 或完全沒有信心 這一數據比三個多月前升高了6個百分點 比去年增加了27%